一个怪脸突然出现将队伍拦住 趁众人惊慌失措之际 怪人掀开轿子将角色女子劫走 女子本是拍卖场的头牌家里 因其出众的资荣隐得在场之人纷纷加价 最后竟达到了三百两黄金的天价 得手的富商兴奋不已 当即带着人就往家里赶 不料却遭到怪脸人的截胡 等富商反应过来正要上前追击 迎面却走来一个浪人武士 他左右两刀便将手下解决 而富商最终也未能幸免 被他一刀截裹了性命 此人正是那角色女子的丈夫 而那怪脸人也摘下了面罩 竟就是之前给富商按摩的那位盲人 他对着女子就是一技猛扑 原来是拍卖场的人追了过来 等到追兵无功而返 做头饰这才解释到自己只是见义勇为 美女自然是不会相信 表示自己困了想要试探做头饰 谁知她却真的铺好床铺 两人一人一边各自躺好 可不多时做头饰就突然起身 美女也被她吓得一颤 原来是腰间的钱袋哥的生疼 做头饰将钱袋取出放在枕头下 不多时便沉沉睡去 美女确认她睡着后便悄悄起身 还想趁机顺走底下的钱袋 谁知这钱袋的另一端 正是挂在做头饰的脖子上 可做头饰却一边装睡一边配合 竟直接将绳子扯断 任由女子带着钱袋离开了此地 女子刚到楼下便遇到了在此等候的丈夫 想必是她耽误太久引起了武士的猜忌 竟是对着女子缓缓抽出了长刀 做头饰被刀声锁惊醒 她跑下楼查看却为时已晚 只来得及摸到女子的尸体 她将女子好生埋葬 心中却难养愧疚 她本意是想救人 不料却害她白白丢了性命 就在这时拍卖场的楼罗杀来 正愁无处发泄的做头饰拔刀就看 请客间便将几人尽数斩杀 做头饰黯然离开了此地 殊不知武士一直就跟在她的身后 她来到一个黑老大的生日会 此人正是拍卖场的幕后老板 平日里烧杀强烈无恶不作 统领了整个关东自称黑暗皇帝 见做头饰前来闹事 小弟们纷纷起身就要对她出手 却被正好赶来的黑老大拦住 而黑老大竟然也是个盲人 不过与做头饰的眼盲心量不同 双目失明让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 她表面上让手下好好招待做头饰 背地里却找来一个美女将其托住 好寻求时机对她动手 不料做头饰竟真的对女子一见钟情 见她如此贪恋美色 他们便找来一个妖夜少年 少年是个想加入黑帮的皮条客 她安排一众女子陪做头饰喝酒 然后让做头饰帮忙让她加入黑帮 做头饰随口敷衍 提出要一百两金子 不料少年信以为真 竟真的从家里投了出来 盲人将一百两黄金串成风铃 然后挂在卧室的门口 接着她倒头就睡 这可害苦了一旁的少年 只要是外面稍有风吹草动 她便要爬起来查看 最后竟是一整夜都没合眼 做头饰将风铃抛向空中 随后手起刀落肩将其斩断 她让少年将黄金带回家中 毕竟做一个坦荡的好人比什么都强 少年捡起风铃正义解释 不料做头饰一挥仗道 黄金就全部落下 而那根麻绳却分毫未损 另一边经过一夜黑老大 已做好万全准备 她将做头饰请到一处澡堂 此地早已埋伏了大批杀手 可做头饰左秃右窜身法灵活 任凭他们如何挥舞刀刃 就是砍得不着 空手接白刃 夺过长刀后便开始反击 她一路杀出澡堂 抄起木盆就扔了过去 木盆精准地扣在众人头顶 随后她如同砍瓜切菜般 将众人尽数剿灭 等到支援的人马赶来 却见做头饰已然穿戴正习 他们只好将做头饰请回家中 想趁她喝茶的功夫进行偷袭 一旁的小弟猛地一拉坐垫 可还没来得及出刀坐垫 就已经被斩成两半 而黑制男手中的茶杯 竟也是一分为二 众人再也不敢阻拦只能任由做头饰离开 而黑老大得知后却并不惊讶 她早已在暗中备好后手 就是那个让做头饰朝思暮想的女人签姿 她假装与做头饰偶遇 两人来到一处酒馆相谈甚欢 做头饰更是沉迷在女人乡中不可自拔 不料这一切都被一路尾随的武士看在眼里 她见其如此迷恋女色 更是坚信自己的妻子与她有染 任凭做头饰如何解释 她却根本不与理会拔刀就看 没想到两人不过短短交手数个回合 一向战无不胜的做头饰竟然落了下风 不过武士却并没有成胜追击 也为杀了她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心大的做头饰转头继续撩媚 不料却收到黑老大的来信 此信专门用盲文书写 竟是邀请做头饰去参加她的卸任典礼 做头饰心怀坦荡 当即便同千姿一起上路 半路遭遇杀手截杀 她手起刀落间便将几人全部送去见了阎王 对她来说杀人就是这般简单 而武士则依旧阴魂不散在后跟随 半路上千姿假装崴脚 提出借做头饰的杖刀做拐杖 做头饰递出后却又突然收回 转身一下子就跑没了影 千姿在此等候多时 正当她以为自己已经暴露时 却见做头饰拉着一个板车狂奔而来 两人一路有说有效继续赶路 有如此佳人作伴做头饰兴奋过了头 下一秒就乐极生辈 也为下坡杀不住车竟直接摔下了悬崖 结果好不容易爬了上来 她却又突然松手 不料正当美女怅然若失之际 却有一朵洁白无暇的花爬了上来 原来做头饰再次脱手 就是为了给她摘这朵花 这一下女人被彻底击中 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可她身为帮派成员 此来就是要取做头饰性命 她无言再待在此地 只告诉她宴会市场阴谋便转身跑开 回到黑帮的签姿 恳请黑老大放过做头饰 黑老大得知她不仅没完成任务 反倒还爱上了敌人 不禁怒火中烧将千姿玷污 而担心千姿安危的做头饰 也不顾危险毅然决定服约 也会开始时别人面前都是美味佳肴 可她的面前却只有一碗米饭 做头饰没有嫌弃 反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而得意的黑老大也终于不再掩饰 他邀请做头饰来一场赌局 而赌注就是做头饰自己的命 黑老大拿出千姿的香囊 以此来扰乱其心志 做头饰只能盲猜了一个小 可哪知这骰子根本没有点数 这是一场必杀之举 无论他如何选择都难逃一死 做头饰被困在水池中央 周遭都是点燃了的竹干 做头饰挥刀将竹干砍断 不料却正中敌人吓坏 水塘之中早已被铺满火油 着火的竹头落入水中 请客间便烧成了一团火海 眼看做头饰就要被烧成灰烬 忙老大兴奋的大呼小叫 殊不知自己却摆密一树 油只能浮于水面之上 做头饰跳进水中躲过一劫 等到一切燃烧殆尽 黑老大命手下上前查看 不料一旁的几人却突然倒地 做头饰引入黑暗之中 他的刀犹如锁命的厉鬼 无情地收割众人性命 黑老大见状只能以千姿性命要挟 做头饰无奈献身 他扔掉杖刀答应束手就紧 看着走来的做头饰黑老大拔刀就看 不料却被他以左臂铁钉挡住 随后一击便穿透了黑老大的脖梗 做饿多端的黑老大终于伏法 一旁的小弟正遇上前报仇 一路跟随的武士却突然出现 做头饰只能死在他的手中 他的刀法如油龙系水般在人群中穿梭 手起刀落尖便将一众喽啰尽数斩杀 次日做头饰在溪水边向武士道歉 武士却直接拔刀就看 他对自己的妻子用情至深 可也正因为情这个字 让他因爱生恨走火入魔 事到如今真相到底如何已然不再重要 或许只有一死才能从中彻底解脱 朗人武士欣然赴死 看着武士的尸体 做头饰也明白了自己的路 他拒绝了千姿的陪伴 一个人又踏上了未知的旅途